今天太阳在一番富裕顽抗之后,还是输给了熊路 这场比赛过后太阳已经三连败了 所以你觉得今年的太阳还能争冠吗 我的看法是今年的太阳进不去细绝 而且有很大的概率手轮游 输了这场比赛以后 勇士和快船距离太阳都只剩下一个胜场 最近两支球队的状态都不错 虽然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问题 但反超太阳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作为一个志在冲冠 同时也是第一冠军大热的球队 当他们需要担心下半区的竞争对手之时 说明他们赛季中的交易已经失败了 杜兰特来到太阳合计之党的三场比赛 这三场比赛的发挥堪称完美无瑕 也顺利的三战全胜 所以很多人普遍认为 完全体的太阳是联盟里的第一强队 但遗憾的是这个完全体的太阳 可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昨天我说太阳说话杜兰特这步棋走错了 有些网友不同意 甚至有网友认为 必须交易来杜兰特 他给出的理由是保罗已经37了 等不起了 这理由说的就像姜文那句话 为了这点醋 专门包了一顿饺子 炮哥在太阳什么地位 我认为其重要性弱于布克艾伦和布里奇斯 冲几量是个四当家 而且还是一个濒临退役的四当家 其他三个人都是向上走的年轻人 本来时间是站在太阳这边的 哪怕保罗越来越老 但太阳熬得起 布里奇斯26岁 约翰逊27岁 布克26岁 艾顿24岁 他们的战斗力依然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你看看来到南网以后的布里奇斯和约翰逊 太阳留着他俩内部挖钱 本来就已经够恐怖了 而且现在的NBA是一个风险的联盟 布里奇斯和约翰逊都是风险 战略价值就更高了 结果一交易之后 时间成了太阳的敌人 杜兰特34岁了 生涯是我一次重大伤病 六次比较严重的伤病 他在两网的出行率就很低 21年能在技术赛里对标字母哥 主要是因为他常规赛歇得够多 那一年常规赛他只打了35场 结果22年技术赛就不行了 被NBA著名的阿斗哥 塔东姆对位压制 手轮4比0被人横扫出门 因为那一年常规赛他比较累 合计打了55场 到了技术赛已经开始展露皮态了 这就是杜兰特 你要指望他在技术赛里发威 常规赛你就完全不能指望他 最好供到家里 天天全套大毛匠安排上 等到了技术赛里再拿出来用 否则他就很容易急劳撑急 为啥无对抗受伤 原因就是这个 现在太阳就比交易一弱 未来的选用权没有了 休赛期想要进一步交易补强 操作空间非常有限 而且家里一下子多了两个老人 炮哥加杜兰特 未来时间就是太阳的敌人 而且他们越是想着争分夺秒冲冠 就越是容易出现意外 紧迫感让他们无法享受篮球的乐趣 只剩下赶时间冲冠的功力 到头来往往是矮子骑大马 丧下两难